哦,就一定都有在關注 現在剛結束,就是到9月28號 所以一次大概是750%大概75萬左右 OK,哇,所以最後又超過快快一倍 對對對,所以就想說 剛好就是在基地這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也受到很多啟發 然後今天我們也帶了就是剛好這個商品 已經我們可能未來想做一些計畫書 想跟組員那邊傾銷 所以這個就是木質對不對 對,但它現在就是唯一的一份樣品 樣品 對,沒錯,沒錯 沒有要真的寄出去 真的寄出去 雷斯塔一樣這樣 對,一份給我看 對,因為它其實就是用木框的形式 然後這次我們其實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可以跟很多的生活創作者 一起去做生活價值的共創 然後所以這次就找了一個理論畫家叫美感 那它這次的概念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都覺得生活在台灣 非常的幸福 對 然後今年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你講一句它是日本人 可是它是台灣人 但是它就是一直長期就在日本 OK 所以它其實之前有出過一本 所以其他有幾個都是畫情書 但是這一次講的就是 它回來畫它的故鄉開花 那我們就是用等於是十三複製畫的概念 然後從一月到十二月 它去畫它自己也有去過的地方 這個折痕是因為要可以撕開來嗎 對,因為我們這次設計就是說 希望可以把它當複製畫 所以當你一年走過之後 你可以把那個日期撕掉 或者上面也可以撕掉 就多了十幾幅畫 對,十幾幅畫 你可以用牧草的部分 再去裝飾家裡的一些形式 嗯 所以這邊可以也請眾也看一下 OK 就是比如說桃園的那個 它這樣不錯 因為它就是桃園的清靈那邊的人 然後這邊是平西哥天的 嗯 然後這個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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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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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嗯 安平術 對,安文術 嗯 然後 一個 十萬文全 嗯 嗯 這個是 木眼的 嗯 嗯 熱氣球啊 然後這是基隆港 嗯 嗯 跟 那個 包括青春 嗯 嗯 嗯 然後包含 嗯 包含 農物塔 高雄 然後最後是那個 一個團員的概念 嗯 嗯 所以大概是 就是這一次的 發想 對,然後其實 也 其實我們也在想說 其實像這個部分 嗯 跟台灣 因為也是我們今年第一次的 運作 對,然後其實在明年度的話 也會想要再繼續有這樣的一個形象 然後也會想說 可能從這種的角度也可以跟我們一些意見 嗯 比如說從這種台灣意象 或是這種比較類似 也是比較延續的一個概念的話 可能裡面的一些看法會想辦法 嗯 對 OK 不過這個很棒 這個 我覺得 我想在木字平台上面 雖然話題性也是有幫助 但是畢竟還是要那個創意真的讓大家所接受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product market fit 顯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 嗯 您剛剛說它最後是連結到2022年 對 等於是一個那一年的一個年曆 對 OK 所以那明年它的 form factor 還是這樣嗎 還是會不一樣 明年的部分可能也會是類似是這樣的概念 嗯 只是我也有在想或在討論就是說 可能也許在一些材質上 嗯 嗯 目前這個是upcycle的嗎 還是 還是 還不是 這個是 差不多是這樣子 災香紙 它是一個環保的制裁叫做 草香紙 啊 OK 對 然後說我們也在思考 那木頭呢 木頭的部分 今天比較沒有特別 比較沒有去用 可能塑膠upcycle出來 這麼多 對 但是也在想說 你們呢 也許在它的一些 比如說麻繩或是木頭的部分 它可以跟在地 它會在某一個象徵 或是縣市的元素上面 再去做一些跟在地的一些建築 對啊 最好是它如果是 不知道邊角料 或者反正就是本來沒有要用的 那再生 我覺得現在就是upcycle這個概念 在台灣大家開始越來越接受 對 像我這件衣服都是寶特品跟咖啡扎 做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材料科學當然也很有幫助 在以前沒有材料科學以前它成分很高嘛 那慢慢就會變成成比較低 大家都可以在這樣子創業裡面使用 所以最好就是每個部件都有一個故事可以講 對 所以是蠻棒的結合 但像假設說 跟一些比如說台灣在地造多的一些 元素 或者是說一些 鄉鎮啊 去做一些結合的話 對 可以從什麼樣的管道或交往去 像觀光局每年都有一個主題嘛 那明年就會是自行車 明年記錯的話 對 所以它其實上自行車是可以飄台灣一圈的 當然有些有專用的路段 有些還是要跟車子一起用 那但是 至少因為這個HIGHLINE的關係 那就好像 之前是節涼山脈的時候 觀光局就會花很多力氣去看 哪些就是所謂的巷山市境 哪些山務需要加強 哪些登山的那種一站式的建設需要擦擦等等 在往前小鎮漫遊的時候 他們也有去做那種類似漫程啊 等等這種屏蔽嘛 那所以 我想 自行車是很棒 因為 它可以環島 意思就是任何地方 大概 這邊的每個城市每個角落 大概都有自行車可以看到的不同的風景 對 那就是我覺得 以自行車可以看到的風景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概念 那台灣的自行車當然在就是國際上面也是蠻有名的 所以也可以把這種台灣的特色結合精確 對 這是蠻棒的建議 對 所以其實觀光局呢 每年其實都會有主題 對 都有主題 因為我看你們這邊就是還是像貓嵐山大眾運輸 那其他大概都是步行嘛 步行看到的風景為主 所以如果是以自行車看到風景為主 跟這個也就可以有一個題材上的區分 謝謝你 你的建議也還蠻好的 對啊 可以做為明年的一些相關的文化 還有剛剛提到的一些 比如說就是一些 角料下面的一些建議 對啊 等於整個觀光局的資源都變成可以給你用 因為你跟他們主題一致嘛 對 所以也很好 那也許有機會可以跟觀光局那邊談 可以啊OK啊 當然可以啊 所以也可以我們再去做看看 對 你可能要先研讀一下他們的整個規劃 現在應該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稍微看一下 對 他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年度規劃 對 那自行車的話 當然在台灣 像捷安推有他自己的就是CSR的部門 還有他的基金會 等等這些或許也都可以有透過去 好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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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初我在看舒芒生活這件事情 就發現 其實他也是衷充 原來人其實蠻 有時候會有點空虛新 就是覺得生活上面太妖的 很緊張或是被罪感的狀態 有沒有開那個勿擾模式的結果 我最近有在練習18年 上80之後 我整天都是關掉的 我從來沒有 notification 我是11年後 我是最近才開始練習 就是808關掉 因為真的覺得說 因為像目擊這段期間 我就覺得說真的是 因為我們之前可能還可以控制一下 可是當它變成是你要去看那些書 或什麼的時候 你會不自覺 沒錯 會上癮的 所以你的方式是不這樣 我全部關掉 全部會 而且我絕對不會去滑手機 我都是隔著一支筆 或者是隔著一個鍵盤 那這樣就不會有好像 它是我身體部分的錯覺 因為有些人他上癮是真的有那種幻知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把手機physically拿掉 它會很不舒服 對那就是因為那個touch screen 它的就是反應速度太快了 所以讓大腦誤以為它是你的身體的部分 那這樣子我們是不是要跟Echo說 你要用一個那個有筆的 所以我就沒有iPhone 我從來都沒有用iPhone 我從Pompilot開始用Zoros Note 都是有筆的 但是Apple Pencil我可以用 所以iPad我可以用 OK 了解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開啟被航母也是一個狀態 就是誤擾 就是Do not disturb 對 因為覺得現在真的是訊息很多 然後那個干擾的因素也蠻多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們也再一次好像就說 就是好好生活這件事情 它其實應該是由內而長的 對 就是當你可能內在寧靜 然後可以跟自己連接相處的時候 其實它對外在的部分 就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 一些對生活的一些感知 或是一些覺察的部分 對 那其實在談到人生證明這一塊 之前也有聽到 就是鄭偉錦收一些采訪 都提到美班前衆 給不帶時間空間 對 就是每半小時才看一次訊息 所以是看訊息的時候 再把那個網絡網絡網絡打開 沒有 我是關掉通知 所以通知不會冒出來 不會有聲音等等 那我就工作25分鐘 然後花那5分鐘去看一下 就是包含email啊 或其他的社交媒體這樣 好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嗯 那再來就是您剛剛聽到 這個產品的概念 對 對 就是用人生證明 然後用這種卡牌的形式 嗯 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商品的話 嗯 卡牌大概多大 現在 現在設計大概十成十的大小 OK 方形的 對方形的 哦 很有意思 所以其實也是小小的一幅畫 那種感覺 對對對 噢 噢 OK 所以其實它 就是給自己使用的 實聲師 大概不是桌面遊戲那種 那種用法 就是我們主要是想說 陪伴的概念會主 但是因為它上面是有 經驅關體跟練習 對 那其實也可以可能跟 一般的朋友 比如說在 嗯 有時候寫沒有對話的時候 嗯 我說當他我太用 就沒有一個他 有時候講話的時候 想說 欸沒有一個問題 沒有話題聊天 對 翻出來就說 欸那這個問題 可是它的問題 你們都會是比較深層一點點 我理解 我理解 我的意思就是它並不是像麻將那種 就是 立刻就可以玩起來的那個 團體遊戲 不是這樣子 OK 那我是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我想那樣子的話 大概幾乎完全是看那一幅畫的 或者照片的品質 那如果它是有點像是 呃相布啊 這個就是 讓大家 因為每一幅都 看得出有靈感 那那樣子就一定會很成功嘛 對 那如果只靠文字的話 可能不容易 嗯 嗯 嗯 所以就 所以 所以平常在做整理這件事情 嗯 在空間上面 有沒有自己 獨特的整理方式 嗯 嗯 我是說像我的戰風桌嘛 看起來就沒有在整理 哈哈 哈哈 不會啊 其實還蠻乾淨的 OK 只有一層就是 哈哈 沒有到第二層 哈哈 對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 大概就是 會把東西 不管是拍照 影音 掃描 數位化之後 那本來的那個就丟掉了 對 其實這樣穿的只有這一招 對 其實很容易可以做捨棄的電影 對 就好像有人用心這個搜集了一張卡片給我 那我會很感謝他 然後也會好好的看完拍個照 然後就丟掉 對 不會覺得他有紀念 那個紙 不會覺得他有紀念 那個紙 你覺得說 他就是意義的載體 意義的載體 對 嗯 所以這個在很多人 可能他在空間上面整理 會只要流裂 對 沒有 對我只要拍了照就可以 對不對 對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學習 對啊 拍人照之後 今天下午 手機面一萬多這樣 對啊 可以用全文檢索 現在在裡面都可以 好比想說 如果你裡面有一些特定的關鍵字等等 那即使像我手寫的筆記 他也會自動做筆記辨識 所以我只要想到那個關鍵字 就會找人回來 嗯 嗯 嗯 好 對啊 對 是啊 對 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那像就是在 就是 比如說我剛剛在跟你討論 比如說在描述 我們現在工作室在 做了一些定位的時候 對你來講 那個概念是清楚 相當清楚 真的 因為自己在做會有點 是嗎 對 自己在做的時候 反而會有時候覺得好像 很難採索 嗯 對 因為像我們去年九個月成立工作室到現在 然後 其實在那個摸索的階段 嗯 然後比如說 上半年其實剛好就是在做 就是剛好文化部那邊會越多推廣 所以在執行 有越多推廣的部分 然後今年在做一次 嗯 然後中間可能有 可能去 比如說市場 的話我也出走 去做一些 就是一些體驗活動 對 但有時候我自己在想說 這樣的東西 有時候在剛 連討論 我們在做 比如說好好生活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 對 大部分 又是很難一下子去 溝通 就是說 我們自己在做的這件事情 和回心是什麼 嗯 對 所以就也想要過過這樣的一個 智慧交流 然後來看看 您在看我們在做的這件事情 有沒有一些覺得 呃 您的想像 或者是一些 覺得發生什麼 想 因為我自己覺得 欸每次要跟別人介紹自己啊 就會覺得 很難 一言 對 很難 很難用很簡單清楚的 一句話去闡述 嗯 我先生在做什麼 就像我們這次做的那支商品 然後 其實就會有人會質詢 他就會說 嗯 欸請問一下 你們需要電商品牌的服務嗎 喔對 然後我就 對 因為他看到你 有那個金流骨有關係 對 對 但是我就很 很委婉的就是 稍微跟他溝通了一下 就是說 嗯 其實可能在什麼需要 因為對我的概念是說 嗯 這是什麼意思 嗯 它是一個企劃 對啊 對 它是一個企劃 然後我只是希望透過這個企劃的形式 然後去傳達出 可能 其實這次是跟這樣的一個創作者 然後透過這樣的企劃的概念 把我們想要對台灣的影響 對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 對於一個居家或生活感的一個溫度的東西 去做一個傳達 對 但是我並不是你開發商品 為一個主軸 可是像現在可能在做的很多東西 我覺得好像這樣的東西 有時候人家會覺得說 欸那你是接案 嗯 對 我就會覺得欸 不完全 我可以接案 但好像不完全是 對 所以有時候就很想要從 可能很多人的意見有本反饋 就是說欸 那從面的角度 在看我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比較像是一個想像 或是大家比較容易領解 我記得你在募資平台上面有寫說 這個就是要用 好像珍惜愛護的眼光嗎 重新凝視我們的家鄉嗎 沒有記錯的話 那其實用珍惜愛護的眼光來凝視 那這個我想到的就是 就是 Curation 它是一個策展的工作 一個Curator 像我們故宮國務院的院長 就叫做Curator 對 那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提供這樣的眼光 提供這樣子的凝視 那除此之外 其實他也沒有做什麼別的啊 別的 而且以故宮來講 很多創作早就完成了 他不是 像這樣子故宮的那個 角度會想做什麼 沒有 但確實啊 那就是說他可以提供很多新的角度去看 像說在動物森友會裡面 你也可以掃的Curator 就看到翠魚白菜 看到肉形式 那這個就是一種凝視的方法 那你說他是不是 去重新雕塑白菜 顯然不是我們故宮國務院做的事情 那個白菜已經存在了 他只是把它用一個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 而且讓他接觸到更多人的生活而已 那當然動物森友會就是很多人的生活 這個也是事實 對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說這個Curatorship 本來就不需要有個很特定的翻譯 有些人是說策展人 或者是說一個策展服務的提供者等等 但是我覺得策展這個感覺都是好像一次一次的展覽 對 但是像故宮它其實是一個institution 它的存在就是不斷的策展 簡單講 那我覺得你們這個組織也聽起來就是在做類似這樣的事情 嗯 嗯 嗯 我覺得你有給我一個新的定義 嗯 對 就是讓我們再重新看待自己在做的幾個 對啊 就是Curate 可以一次Curate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比如說生活策展的概念 這件事情也算是清楚了 對啊很清楚 當然 嗯 嗯 嗯 所以像比如說在談生活策展的這個部分 嗯 就是從您的角度 您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要解決什麼樣子的社會的問題嗎 嗯 我想有兩個嘛 一個是說就像任何藝術一樣 它都可以提醒大家 好比像說剛剛講到永續的重要性 嗯 循環設計的重要性 每個地方的特色 它怎麼樣透過這樣的方法讓大家更去愛護它 而不是好像為了一時的經濟發展而去破壞它等等 那或者像剛剛講到從走路比較慢的生活 那到騎自行車有快一點的騎車還是比較慢的 的這種生活節奏 那這個也都是就是再次強化我們永續成這樣嘛 的這樣子的概念 那以SDG來講就是SDG11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清楚的 那至於如果你在材質上面更進一步的去做到說 這個就是陸地上的或者海洋裡的它的廢棄物 可以進一步變成你的創作的材料 那這樣子當然它能夠照顧SDG就更廣 尤其如果算得出碳足跡什麼的話 那沒有減碳嘛 那又是另外一個SDG 所以我會覺得說 所謂解決這種問題 那一開始一定是從大家看的節目的找一開始 那SDG它的編號就是數字越小 你越切身 一個人就可以做 那解決貧窮解決飢餓 這個都是任何人都可以立刻就可以做的嘛 那但是越到後面的 就是從可能是二之後 那每一個大概都需要大家先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共同理解到說 誰也不能自己做什麼 然後拼圖一樣拼起來 那才能夠去把它完成 所以把大家帶到更高的那些SDG的這個活動 我們這個本性就是一個對社會跟環境的東西 我們這樣很快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也更了解這一部分 因為也是邊做邊在探索的階段 對 所以也很希望我們在做的很多事情 其實是真的是有些裡面的情況 可能對社會更有些價值的東西 對 謝謝 謝謝 那請大家的部分是 到時候就是可能 也許我們明年會有一些 有些小小三部的系列的一些馬上 到時候可以也可以邀請這位 當然 要一起參與 沒問題 反正我都還是不要 我跑不掉 對 他有卡牌的部分 到時候也想到時候一起邀請你 沒問題 然後等到這個 因為他現在是養品 然後就是實際了大概10月 好 沒關係我可能可以抓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他沒有要洗 他沒有要洗 他沒有要洗給你 我沒有要洗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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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著道語 對 他就這樣敢吃 好 好 那我們 OK 差不多 對 有些小問題嗎 沒有 哈哈 我們今天都很 真的太震撼了 OK 果然是聰明震撼 謝謝 謝謝 我晚天就覺得 跟我們一般 思考 回不掉 腦脫被影響 超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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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喜歡跟聰明的人 聊天 我覺得我們今天比較是閒聊的方式 但是還是得到了很多的應付 對 你每天這樣子 跟教練的話 對 但會癢養 會不會 不會癢養 不會啊 我每天都要睡到八個小時 睡眠充足就不會累了 每天都有睡到八個小時 睡眠充足就不會累了 嗯 滿好的耶 所以你在睡眠上面沒有人和問題嗎 沒有啊沒有 很棒耶 因為很多人 尤其像是我們講的政治人 我們這樣從事重症的人 他們其實應該有很多在睡眠上面的一些問題 對 我想最主要就是 但是我並沒有覺得說 好像我一定要飛回什麼東西不可 這是為什麼可以把通知關掉嗎 對 很多人都覺得說 如果有緊急的狀況怎麼辦 有人找不到我怎麼辦 找不到就找不到 呵呵 這樣就可以睡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心態上面的調整 對 那這很不容易 尤其我覺得現代人在這麼緊張跟很急迫的一個環境之下 對我覺得台灣確實是大家好像工作時數比較長 那工作時數一長 尤其如果你又是溝通相關的工作 你無形中也在加長所有跟你相關的人的工作時數 所以它是一個有點惡性循環 那我們在行政院裡確實就是如果長官不離開辦公室 一般來講鼠官是不敢先下班的 所以就會騙大家就是越上班越晚的情況 那我的話則不是這樣 因為我主要是在這邊 不是在辦公室裡 那我如果是在行政院裡 無論如何5點就下班 6點已經很晚了 7點一定看不到我 對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的生活品質都會變得到 是 真的耶 我覺得這應該要事情到全台灣的企業裡面 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太難了 很多企業主還是有看到人心裡才安心這種感覺 是 對 但是那樣子真的對大家的工作品質並沒有什麼幫助 嗯 真的 所以我們想知道如果有什麼想要跟你做這個霧面討論的話 也就是一樣有問題 有問題 因為我都在這邊 對 或者禮拜三就是早上你看我沒事你就直接進來聊一間也可以 就打開門 欸你是喔 你好我進來了 哈哈 是不是這樣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好的 OK 今天收穫很多 謝謝 謝謝 其實要你跟我分享就是 顧工的那個詮釋 對 我覺得我可能對自己來做的這件事情 有更透徹一點點 回去我會再多去做一些思考 希望還有機會再跟您做照顧 沒有問題 那我們後面是不是有機會再跟您做照顧 當然啊 可以 哈哈 應該OK了 當然OK 我們就站著不來